发动引擎客人拉风上路 此刻起对租赁业者而言 就是一场风险的拼搏 有长期租用的熟客 自称是企业小开 竟然把租来的超跑 偷偷拿去抵押变现 工程款然后来支付我们 基线的租金 时间到齐之后人就不见了 不守路况一路催油门 煞不住把车撞毁的 台中台北都曾经发生 一线品牌的超跑 也几乎都有被撞毁的记录 邮理费可能高于他的限制 所以我们建议推定全损 车租不租 业者坦诚从客人上门 就开始风险评估 除了本人证件 就是财力的相关证明 还真有豪客提供 存折跟权状为证 有时候凭一张名片 业者也要能征信要不要租 他的公司抬头 甚至他的公司筒编 如果有电话 我们可以来个电话电访 说他的公司的职位 租到超跑之后 能够安全上路是最重要的 因此业者会安排 简介还有车况的说明 让您能够安全上路 往上推 往上推的方式 让他去进党 那退党的方式 一样是往后退 业者的租赁契约也明定 万一不幸碰撞 必须先报警 并通知业者 厘清肇事责任 确认是由业者的修车厂修 还是租客找修车厂 确定修车的相关费用 才会把车进场维修 但超跑的零件 很多必须带料 除了材料跟工资昂贵 修车期间 业者的营业损失 也会依照常租费用跟凝算 如果是由租客 指定的修车厂施工 业者还会要求即时监工 在他指定的维修厂 我们需要收取机工的费用 那当然相对的 这些机工的费用 我们是给机工 不是在我们身上 租用超跑 不管是特殊用途 还是满足新鲜感 踩下油门之前 还是看清楚契约的内容 避免争议 记者蔡小刚 陈思源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